现在是早上八点刚刚出头 一清早就有人敲门 就赶紧起来了 敲门是因为把这个车停在这里了 交警敲的门 然后你看我后面这个车 这这这直接要被拖走了 开罚单不说还要拖走 这 他在车上有电话 他打了电话 叫他开揍什么 骚扰啥 我的打了电话 上面留着有号码 我赶紧打了个电话 这个号码无法接通 这这没办法了 地上有印字啊 我赶紧走 这旁边是个工地 还没有建好的一个大楼 这里到处贴的都是收车 急转 转让 都是啊 就停在这里去看看车 今天特意把这个电动车给带来了啊 走着的话太累了 停车又不方便 这里是郑州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啊 也可以说是河南最大的了 今天我的车限号 七点前不限 然后一早从家里出来 找个路边就停下来 睡一觉 就出了那个限号区 结果早上就拖车啥的 看看吧 等晚上再回去 晚上是八点后不限号 啥车都有啊 好车坏车 都有 看这辆车 看这辆车 新时代 大电视 柜子 后面是个床 床员有一米五宽吧 这是个小桌板 新时代 房车手续 就是没有东西还没装 回去自由发挥自己装 18年的跑了6000公里 确实看着挺新 上来看看 这我的话 稍微要歪一点脑袋 怎么能这样吃 挺大的 这可以横着睡了 这是流座是吧 这是屋座 屋座啥 我只把这厚度看着俩座柴了 六座 新时代 这个车开着确实是好 口碑是非常好 就这个空的 16万18年的6000公里 这个已经改装过的 这个是18万 但是的话 它是没有手续的 是私人自己改的 估计也花了不少 盲盲盒秒车 全款13.6 这弄得可以 这里有一排 卖这个炒面炒粉的 烤骨 我能帮你 划到你 我这才是 你 我拿着 你 我吃 我一吃 你 吃 你 我 我 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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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算 吃面就这算 这里的车确实太多了 看的也是眼花缭乱 如果说你要想买什么车的话 只要看中一个型号是吧 那在这里的话 还是很好买的 可能有几十辆上百辆 普遍你调 这个炒面分量还是非常大的 一口半个串 味道还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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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碗汤 这汤是4块,这面条10块 看到一个皮卡,双排的房车 看看写的这配置 10万,2015年2022汽油,6万公里 你是王产的? 不,我看看这个放车,打算买一辆 这宽度有多少? 宽度是外面亮的,14号 你打盖先看看 这是柴说是吧? 对,后边是厨房 这放车是宽度左右 看看 2米0散,多少汽 嗯,好了 宽度是2米0散 对,2米0散 这得啥价钱 这辆看完 这还有一辆啊 这都是一模一样的 牌子也一样 大通5180 22年12.58万 长轴的 7座,你看这位置多大 还是差一点占值 看着不错 5米99的福田图亚诺 刚刚收上来的车 刚刚收上来的车 像这种车啊 都贵了 比之前都贵的 因为这种车没有新车了 锁着的 霍拉拉 这个高度 也是有点占不值 看这个车 16年的 跟我那是一模一样 不过呢 这个是7座还是8座的 座太多了 我那个是5座的 坐上来看看 感觉又回到了自己车上 收拾的很干净啊 像我的都没有那么黑 再擦也擦不了那么黑 这个发动机2.0的 确实小了不少 就我这里啊 这一片都没有地方 挤得很 这个感觉很空荡 我自己呢 想看看B型的房车 目前已经转了小半天了 确实没有看到 一辆B型的小房车 也问了老板说 现在是刚刚过完年 他们年前的时候啊 该处理就全部处理了 现在确实不好买 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啊 喝点水 然后再出去看一看